大家好,我是鄧慧雯,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道,我是阿輝 今天我們為大家請到的是林聖衡,聖衡心理師聖衡,你好 大家好,各位聽眾好 上一次你來談了之後,有一些後續的問題 我們先來問一下,然後再繼續訪談 就是有被敲碗的來賓,就來這裡接受審問 不是啦,就是有被敲碗,你就要看看網 大家要裝什麼 我念喔,粉絲留言 麻煩你喔 我聽了您訪問聖衡心理師關於男性的壓力 林心理師講到跟女友借錢買鞋 結果女友跟人跑了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例子實在太經典了 我發現我的先生也有這個問題 我不太明白他為什麼不能坦白地面對自己的失落感 總是把一切事怪罪在別人身上 或者奇奇怪怪的理由 我在他旁邊看得很清楚問題出在哪 但重點是即便他知道了 不管是他自己想通或是我告訴他 下一次事情再發生他還是犯同樣的錯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問題卻改不了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他後面還有附帶的問題 我一起念一念 我有一個要進入青春期的兒子 我要怎麼教養我的孩子 成為一個能面對自己情緒和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意思有點像不要長成跟爸爸一樣的意思 好像是這樣 第二個是 我要怎麼和無法面對自己情緒的先生相處 因為對他而言 一切的錯總是別人的問題 我很困擾的是怎麼引導他抒發壓力 對 好 就也跟醫師您回饋一下 就我覺得這頻道真的是很熱情 然後我回到我上班的監獄的時候 我同事的反應也很有趣 我一回去 他們都在那邊講說 聖恆你上次錄影我們有看 你的那個衣服很凸 很凸顯你的上圍 什麼的 就一直臭指南 你是說同事還是監獄裡面你輔導的 沒有同事就是同事 大家都很正好 然後他們就會說 聖恆你看起來肚子很大 什麼的 他說哈哈你是不是以為我們要誇獎你 什麼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到底你們在聽內容 這些都是男性 都男性 很有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那當然有一些我覺得 如果我是女性 或者是如果我的主觀 稍微比較 就該怎麼說 因為他們這樣這些反應 有一些人是會不舒服的 對 譬如說我上完節目回來 我可能很希望他們能夠知道我講的好不好 或者是我表現的如何 結果他們都在看我的衣服 看我的上圍 什麼的 但是我後來 也可以跟大家再繼續分享 就是其實 我有留意到 就是講我上圍的那個同事 其實他私下都會去叫辦公室的其他人 去按讚 去按讚 我們節目按讚 對對對 你繼續說他上圍沒有關係 這樣你繼續按讚都OK 這也是正版授權的故事 我有跟他講 然後還有很好玩 就是講我肚子很大的那個 他就有 就我那時候就有點在那邊跟他捏說 不能下次你幫我挑 他也說好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先 因為我們一邊慢慢回答這個題目 我覺得今天講到男性 上次觀眾其實有個留言 在講說原來男人心是海底針 我覺得應該這樣翻譯 我覺得人心真的都是海底針 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 然後 我先直接破題講一個重要的概念 我覺得這整段話 就是不管是 知道他好像很沮喪 事情還是會再發生 或者是要怎麼跟他相處 或怎麼交小孩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想先講 那個就叫做要有一個很適切的解讀 對 甚至我覺得進一步說有一個好奇的態度 我舉一個我自己在學生時代養貓的例子 那個時候就是一邊上大學 然後一邊打工 然後其實那時候都蠻累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就很好玩 就回到家看到貓啊 貓都會有一個動作 有養貓的朋友應該知道 就他們這樣瞇眼睛 他們這樣瞇眼睛 然後我那時候回到家就想說 哇 你在家都在睡覺 然後我回來了 現在在我面前渡沽 怎麼好意思 這樣子 然後後來更過分 就是我在家補棉的時候啊 貓會爬到我身上 但是他都用屁股對著我 然後我自己又很愛乾淨 我就想說 你都沒刺膠這樣對著我 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跟其他養貓的朋友在抱怨 那個養貓的朋友 他就教我一件事 他說其實貓咪瞇眼睛啊 跟屁股對著人啊 那個其實是貓咪很愛你的表現 然後接著他就補充一大堆 他還講說貓咪瞇眼睛 你跟他瞇 他會瞇回來 或者他屁股對著你是因為 他小貓的時候 貓咪會 母貓啊 貓媽媽啊 會照顧他 你就會舔他的屁股嗎 對對對 你就直說嗎 害羞啊 但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就因為在念心理系 我就覺得 這好有啟發性喔 對 我覺得當然貓咪不會講話嘛 對 貓咪不會講話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很考驗 我們看的人 或養他的人 是怎麼看 我覺得一個解讀 我覺得解讀 我用嗜切這個字 我覺得不會有正確的解讀 這件事 對 我覺得先放下對錯 我覺得什麼樣的解讀 比較適合 譬如說 欸 貓咪是愛我的 對 我當然不能發花痴 貓咪給我亂抓 或者是咬我 對我亂罵 我還覺得他是愛我的 但是至少在剛剛的例子 我覺得 當時貓咪的故事是有說服我 喔 然後我差一點誤會了 我差點誤會他 其實我那個時候覺得很不舒服 或被貓咪冒犯 的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他是在表達他對我的信任 他對我的信任 以及他對我的放鬆 然後我搞到我現在長大之後 看到貓對我那樣瞇眼睛 我都會跟他瞇回去這樣 很好玩 不過剛剛 你不要跟我說你已經回答完這個問題 這麼難性的方式 我沒有辦法了解 好 再來再來 你這樣已經回答完了嗎 再來一趴 這位聽眾朋友 你看 男人覺得這樣已經回答完你的問題 你拼拼你 你覺得有被回答到嗎 你剛剛就是想要這樣做結了 你覺得已經回應到了 我還有準備 我還有準備 你相信你有組會兩人喔 你這樣說說的 人家就要參禪 你們男人就是這樣 真的我真的是 性別刻板印象來 你講話風格我很熟 這種男人的風格我很熟 就是你到底有回答到嗎 先生 你真的有回答到我的問題了嗎 雖然我要參一下 我也要說一下 我也不是沒有悟性 我隱隱約約知道 你在回答就是說 他們可能 這個先生可能有他自己的 表達的方式 或者說他有時候 接不接受是理由 還是他會犯同樣的錯 這裡面 他不見得是不關心你 或不接你的情緒 這樣對啦 隱隱約約就是這樣 但是就不能更有交集 更直接的to the point 跟我們交流一下嘛 好 to the point交流一下 我舉一個交流的例子 你會不會舉例啊 對 因為我覺得 等一下我突然抓到一個問題 請問為什麼 跟男性聊心事的時候 你們常常不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 然後一直要舉例呢 你真的想我突然想起來 我想起來我曾經跟一個交往的男生說 除了告訴我哪一本書我去看一下 跟哪一部電影我去看一下之外 有沒有其他回應我這一句抱怨的方式 我每次抱怨一件事 他就講一部電影喔 有時候五部喔 我看完電影都忘記我要抱怨什麼了 好 我們前面點了一個叫 事切的解讀嘛 或好奇的態度 我覺得接下來要講的 剛好也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覺得 因為男性或女性 我覺得在溝通上 有時候就是會有點模糊啦 我覺得有一個很基本的態度 也是我自己蠻受用的 我覺得男性有時候模糊容忍的 就是他們表達情感那些東西很受限 所以我覺得我們更要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有一個很沉著的 或者是能夠去容忍他 就是有一些模糊看不懂的部分 這個例子我覺得我稍微講一點交流的部分 這時候又要把我爸請出來 不好意思喔 就是齁 其實我家人是不吃牛肉的 我爸媽他們不吃牛肉 我自己會吃 但我們彼此間這部分沒有衝突 然後我爸做了一件很體貼的事 就是因為我跟我哥都會在那邊炒說 牛肉很好吃這樣 然後我爸他也很酷喔 他就煮牛肉麵給我們吃 但他自己不吃牛嘛 所以他沒辦法試味道嘛 當然這聽起來就很感動啊 這是一件很 天倫之樂 不過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年輕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 我當時我現在回想那個故事 我也覺得很特別 我買了一本怎麼煮牛肉麵的書 送給我爸 很特別喔 然後我 更特別的是我爸的反應 他好像收到書有點落寞 然後我媽在旁邊喔 他就講說 啊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寫你煮的不好吃這樣 然後我媽補了那句之後 我就忽然搞懂了欸 欸我怎麼會這樣做 因為其實我爸以前在我的教育裡面 他就會這樣啊 就是當我考試的時候 他就譬如說當我書念得不錯 他就會買新的書給我 但我舉例舉得不錯 他也會舉個例子給我 但我的意思是齁 剛剛那個煮牛肉麵 跟買書的故事啊 其實那個有交流嘛 對 我那時候在反省說 欸怎麼會這樣 這難道是一個雙重標準嗎 就是他在我 考高分的時候買書給我 然後我在他做一件 煮牛肉麵的時候 買一本牛肉麵的書給我 對好像有些誤解發生了 好像我 我是不是不應該買這個書 好奇怪喔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 還是回到解讀 然後也是回到 有時候要容忍那個模糊 我覺得如果那個時候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當然經歷了很多事情 比較懂事 比較懂人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齁 比較沒那麼受傷 但我覺得在小時候齁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面對別人 或幫助別人 我剛剛舉了一個比較正面的例子 就是我爸煮牛肉麵給我吃 其實蠻開心的 現在回想起來 但有時候就是有一些小環節 我們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調 那個東西就模模糊糊的 表面上他煮麵給我 我買書給他 但是那個情感你會覺得好奇怪喔 我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我會想要這樣回答 對 因為今天要講說 其實我希望我能夠幫助我的孩子 就是如果有一些挫折 或有一些情感 不知道怎麼說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一直反覆在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啦 我今天面對我爸 我會去想說我要有一個態度 我要一直去想 對 他也許年紀大了 他也許心思很單純 但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比較有機會 或比較有念過書的 比較通俗一點 有念過書的人 我就會去想說 好 那我要示範給他看 我也許就是好好的跟他講一些 他說不出口的話 就跟他講個謝謝 或者是換我煮飯給他吃 我覺得我可以去示範一個 OK 我可以更有創意一點 雖然我搞不懂那是什麼 但是我很好奇 或者是我很積極的去找說 我這樣解讀 適不適合我跟我爸 我當然可以糾結在說 我跟我爸說我爸雙重標準 買一堆書給我 買一本去好像侮辱到他一樣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人之常情 這也是一個人之常情 但是我覺得今天 對這個節目 或者是對這一行 或對心理學有興趣的人 我覺得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比較有想像空間 可以去思考說 怎麼樣做 對雙方比較適合 大概就是我的回答 針對這個觀眾的提問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同事在那邊講說 你這個G2啊 你這個尚微很強調 但我如果有辦法多看幾眼 其實我感覺他們是很喜歡我的啦 對 我希望我們這位聽眾朋友 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回頭來回應一下 你從聖衡的回應裡面聽到了什麼 那有沒有讓你感覺 那有沒有讓你感覺回應到你的問題 如果有 那表示這種溝通是有效的 就是你用心去感覺 你請聖衡回答你要如何跟先生相處 聖衡講了貓的故事 很美 其實我蠻喜歡這樣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受用了 你有被啟發了 回應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聽了沒有 我啥沒有 那也是一種有用的工作 我們再回來問聖衡說 到底這位粉絲他想要聽的那種答案 會在哪裡 我覺得搞不好這答案就不是一個 別人可以說出來的 對不對 我覺得聖衡這個 剛才示範的一個 如何保有一個啟發的空間 讓大家去感受的這種 我覺得是蠻深刻的一個經驗 不是說直接把你的問題講小了 或是講那個空間把它講小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來聊一下 其實這些東西都蠻特別的 聖衡上次跟我講說 他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會有這些覺察 就這些理解 很多還是跟他在監獄 提供心理輔導的經驗有關 所以我也稍微聽了一下 哇 原來在監獄做心理輔導 有很多特殊的條件 例如說你服務的對象 有特殊的條件 特殊的 也許性別 年齡 社會背景的組成 跟我們一般會接觸到 可能就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個脈絡跟背景 那在這裡面 你需要用到的方法 有效跟沒有效的 或你需要理解的這個東西 真的就有一些 特殊跟深刻的事情 那你準備了一些經驗 要跟大家分享 像說 我覺得這句話蠻有趣的 是監獄裡面說 有沒有真感情 也是一件事 還有到底 那裡面重視什麼 在裡面的情緒 是怎麼樣被理解 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就來把時間交給你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從監獄的心理輔導上面 可以知道什麼 我們等一下回來 監獄 其實我覺得監獄是一個很 我覺得講起來 應該對大部分人 都是蠻陌生的一個地方 更甚至 其實監獄的心理師 不瞞大家說 大概上一次有心理師進去 已經差不多十幾年了 然後一直到最近這五六年 才開始又決定讓心理師 又嘗試讓心理師 進去裡面工作看看 那個時候 我覺得108年 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感觸很深 我覺得那跟我們平常 在學校 或者是在醫療場域 學的東西不一樣 有一句俗言 大家應該有聽過 就是在醫療場域 它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你要看病 你不講真話 其實會出事 但是在司法場域 剛好是顛倒過來 都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我講這句話 我會不會出事 有時候更甚至極端一點 講得太真 有時候會有很多的問題 對 而且這種封閉的場域 就像剛剛鄧醫師 其實有幫我提過 他有一個俗言 他第一句話就在講說 監獄沒有真感情 那個背景是這樣的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說 矯正學校啊 譬如說有同學 他們畢業了 要出所了 大家要幫他歡送唱歌 然後呢 如果是成人監獄的話 會有個光景 很像當兵 就是大家會去講說 到時候一起出所 你到外面來找我 剛好我有錢 然後他這個誰誰誰 剛好有個店面 然後剛好這個人缺工作 我們大家在外面湊一湊 一起做一個生意 一起工作 或者是也會講說 外面有個工班 到時候出去 我們就一起碰個面 大家在這裡都是有緣 這樣子 但是那些話 他在外面實際上有沒有發生 我們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會有一種 很很迷幻的感覺 就好像說 當兵啊 或者是出國遊學啊 其實大家都會隱約有個感覺是 你今天做一個心理輔導人員 你遇到他們 你跟他們說 我今天想幫忙 我今天希望能改善你的生活 他們心裡都會有個感覺 就是那好像不是真的 或者是當今天監獄 其實很常被提到 就是監獄的教化做的怎麼樣 很多犯人他們有時候就會有一種 有一種困惑 就覺得說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幫我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氣氛啦 而且那個氣氛 我覺得我講 我講一個橋段 像譬如說我們前在學校工作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情境很真實 那個情境就是比方說 今天老師可能在便利商店 或可能在學校的角落 看到青少年在抽菸 就直接募集喔 我甚至懷疑他也可能故意是抽給你看的 他就直接募集要抽菸給你看 這個時候老師要怎麼做 你要直接就跟他說 菸給我放下來 我要把你辦掉 還是你要多了解他的情況 但是你多了解他的情況的同時 如果你的同事經過怎麼辦 會不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沒有在做你該做的事 然後回到監獄 比方說啦 今天有一個人 他可能正在吃官司 他不太 法律是要求他不能跟家人聯絡 但他會傳紙條給你 他會想要請你幫忙 聯絡他的家人 不管是要錢啊 或者串供啊 怎麼樣都好 這種事就會發生 然後這種時候最常見的結局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直接拒絕掉他 跟他說這件事不行 或者是這件事我們不會做 因為不合法 結局就會是 往往他就會回你說 你都跟那些人沒什麼兩樣 你都跟那些穿制服的沒什麼兩樣 如果是青少年的那個例子 他就會說你都跟那些大的沒什麼兩樣 然後這個關係就斷掉了 對 就說不上話囉 就說不上話了 所以我覺得監獄的輔導 或者是監獄的談話 我覺得不管是教化工作 教育人員 或者是心理輔導 我覺得大概都是 在這樣子的一個氛圍下工作 可以想像 因為你講的就是我們以前 在做那個什麼 司法精神醫學 有時候 像我們做精神鑑定 做精神鑑定的時候要去訪問 等於說跟那些人訪談 然後你要做某些評估 那個訪談知難的 因為你剛完全點出的那個重點 花錢來做心理智商的人 拼了命的怕你聽不到他的真相 因為你一定要聽到他的全部 你才能夠做正確的判斷 他很怕你沒聽到全部 很認真地要告訴你 雖然那樣講出來不見得是 潛意識流露出來的 不見得是真的 可是就是做司法 或是做鑑定的會談的時候 你真的光是要去判斷 他講的是真話嗎 然後如果要引導他講出真話來 就是技術上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這裡回到一個點 那派心理師或安排心理師進入監獄 跟他們應該稱為受刑人嘛 跟受刑人做心理輔導的目的是什麼 或那個需求是什麼 這是站在一個受刑人權益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在做監獄的人權的改善 這是一種人權嗎 我覺得他的出發點比較是一個心理健康權 心理健康權 或者是我覺得今天講大一點 我覺得法律他某個程度上 他希望能夠去強調所謂的人性尊嚴 不管是犯罪被害的人或者是犯罪者 我覺得像我自己會這樣說啦 我覺得他們在近幾年開始重視監獄的心理健康權 就是因為在剛剛那樣的氛圍下 我覺得啦 誠實或真實變成是一個奢侈品 你知道心理師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要跟他有真感情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保密嘛 通俗一點 但是還記得前面講那個屬宴嘛 其實監獄就是這兩個東西最難發生 我覺得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需求下 所以我們這一批人進去了 然後大家也都在摸索 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是要鼓勵他說真話嗎 還是說我們是要鼓勵他 要讓他產生悔意 對這也是一種 然後或者是我們只是基於一個 心理衛生的出發點去摸索 我覺得比較接近啦 比較接近一個摸索或是嘗試 因為像繼續回到誠實這件事 那個這個主題其實我們那時候討論了非常久 對就是我們希望能跟他接受 我們希望能提供他輔導 我們希望能提供他心理諮商 但是他會有個困難 他在那個情境下就是特別難 跟你講真心話 等一下我想問一下 所以這個你們在那裡面 是所有的受刑人 他其實是被安排一定要跟你們談 還是有需要的人再來約 他到底要談什麼 你們是要談什麼 是他在監獄裡面過得不快樂 他睡不著他心情不好他想家 他覺得他被誤解社會怎麼這樣對待他 還是他覺得他對他發生的事情感到懊惱 所以他有困擾來找你們談 是這個意思 還是說每個人都安排 就很像上課跟勞動一樣 一定要跟你們談 因為監獄在這一塊的處域分得很細 像有一些毒品的 或者是像性侵的 那個他就會要求每一個人都要 都一定要跟你們談 然後也有那種譬如說自殺防治 那種的就是他一定不會想跟我們談 但是我們要把他找出來 你是說他可能有自殺危險跟意念的 他可能有計畫 對他可能有這個嘗試 他就不會想跟你談 然後也有一種 就是他自己打報告 說他有這個需求 他希望能看心理師 就像看醫師一樣 他希望能看心理師 然後這個時候又回到剛剛那個狀況 就是他可能打個報告說 我希望能跟心理師談話 結果他跟你談完 隔天他的律師就來調紀錄了 他要拿去打官司用的 這個很熟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被用來實用 來寫他的某一些證明 對他可能會講說 他從小到大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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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有些律師會教他們 要這樣跟心理師說 這個就連外面也會有 跟人家有法律糾紛的人 有時候來找心理師 而且我真的 很多時候不會跟我們講 然後你跟他談完之後 隔天律師來要你出東西 或者是法院來要你出東西 你會有一種 就是跟心理治療的目的 到底有點背道而馳 你在談的是那個很難理解的那個 我們講的誠實跟 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什麼目的性 對不對 但我覺得齁 在這樣子的背景下 即便是在這樣 剛剛講的這真的是 重重的困難 重重的變數 或者是那個感覺 我們自己用的形容詞 就覺得很奇幻 很迷幻 到底有沒有辦法做一些 我覺得心理治療 或者是像心理治療 房間那種的 我們可以給他什麼 對 現階段 我目前覺得有一個 蠻有意思的答案 齁 那就是齁 即便啊 我相信啊 即便不管是在吃官司也好 或者是他今天 在一個司法的環境下 我覺得如果有吃過官司的經驗 大家都很清楚 那個其實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對 更甚至監獄嘛 因為是刑案 大家有時候 有些老長輩都會開玩笑說 你吃一個錢科 你又調不到良名證 找工作很麻煩 對收容而言 有時候他們是賭上他們的生存 其實在那個壓力下 或者是在那個焦慮不安 或者是在裡面齁 我覺得某一種 他光是要是一邊適應 團體生活 他可能我以前沒有適應過 然後他又要一邊處理 這麼大的一個任務 我覺得那個 這個心理健康權 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基礎啦 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基礎 你講的雖然很輕啦 但是我怎麼會聽出 有一點點意味是 這裡面有某種意圖 是把心理治療師放在裡面 跟這些人做心理輔導 如果你們稱為輔導的話 怎麼有一種好像透過這樣的會談 會把他們的心理健康變得更好的 一種意圖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可能聽眾會覺得比較 能夠實地的想像 你剛剛有提到 一個是性侵嘛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家暴 酒藥營 家暴也有 家暴剛剛沒講過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啦 如果是性侵 而進入監獄復興的人 他們應該都就是 那個是公訴罪對不對 然後應該是有被偵查 然後有確定他會判刑嗎 請問性侵罪會判到什麼性別 什麼等級的刑期 性侵看很多細節啊 但刑期都蠻重的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可能 數年 十數年 五年啊 七年啊 對不對 那這些人就是被安排 一定要跟你談嗎 你應該有跟這些人談話的經驗 我跟你講我一生就 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跟這樣的談過幾個 談到我決心 我不要再做那個工作 你知道有多難嗎 你當然知道 不過我不知道你談個 會不會像我談的感覺 那麼的困難 請問一下一個性侵的 刑事的 你剛剛說什麼人 收容人 收容人也可以 他來跟你談話 請問是談些什麼 怎麼談 你舉幾個例子我們 理解想像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 會不會在 就是用餐時都播出 為什麼你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網路隨時人家 什麼時候要看 我們沒辦法規定人家 那我覺得先有點預告 因為我剛剛在想說 一方面適不適合講 但我稍微抓一個 我覺得有一點嚴重度的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人可能聽了會不舒服 但我們還是要顧慮到 你這個個案的隱私 所以我們不要去講那個細節 我們就講說 這種心理談話 會像是在呈現什麼 然後你看到什麼議題 好不好 我們不要講太多隱私的東西 我們大家休息一下 如果再吃飯 趕快結束掉 再回來 我們要請教順和人士說 所以比方向性侵被安排 一定要來跟你談話的人 他們跟你談些什麼 這個談話的目的是什麼 好 因為我覺得一方面當然 我們這個行業有一些保密的考量 對 所以我今天準備是這樣子 我稍微挑了一個 我覺得是 是該怎麼說啊 我也不知道這故事的真實性 但是我覺得他前後的那個氛圍跟那個感覺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橋段 你的意思是說 所謂性侵的獸行人 在跟你談話的時候 你要用這個故事來讓我們感受一下 他們談話的那個氣氛 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那這個故事的出處是 這故事 不是來自於一個獸行人 不是不是 就是網路看到 然後我自己再改一下 好 那你用一個 等於說你用一個故事來跟我們描述 這種輔導的感覺是什麼 對 好 就是那個故事是這樣講 就是他的開頭會講說 其實他從來沒有過過生日 然後他印象很深 他在小時候 我們的主角 在小時候就看 怎麼忽然有人的媽媽到學校來了 原來是做隔壁的那個同學過生日了 然後那個年代可能就是發包餅乾吧 一包五塊這樣 然後就發全班 發一發 那個時候可能一班六十人吧 發一發也三百塊去了 然後就這樣發完了之後 那個時候小孩就想說 原來有生日這個東西 然後餅乾真好吃 然後他的同學就講說 他會帶幾個好朋友 晚上回家可以一起吃生日蛋糕 那樣 我們的主角呢 回到家 他就去問他爸爸媽媽 請問生日蛋糕是什麼 他的爸爸媽媽 沒有回答 就請他一下 臉色不是很好看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那個小孩就想說 可能是生日蛋糕太貴了 所以我改問餅乾好了 一包五塊應該便宜很多 就問說那我可不可以買餅乾吃 生日的時候 對 結果呢 結局是他爸爸媽媽打太頓 然後打著打著 還把他打到吐了這樣子 然後他吐的時候 他那個就是會有一些食物的味道 就是那個餅乾的味道 最後這個故事的結局 就是這個人長大之後 他就特別喜歡吃那包餅乾 那種餅乾 對 那個牌子 或者是那個類型 對 因為我在想這種故事 有些人聽可能會不舒服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 不管你放在酒藥飲 或者是放在性侵 我覺得都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剛剛那故事裡面有 也許我們可以說貧窮 也許可以有一些暴利 也許他爸媽都沒講話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監獄的心理輔導 就是在聽這樣子的東西 聽著聽著 我覺得他能說多少 或我們能夠理解多少 也很像我們前面在回答觀眾的問題 我們能夠理解多少 對 因為我覺得監獄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那個時候都會說監獄啊 有可能是這些人 最後一個被愛的地方 因為很少會有這麼一個地方 去對比一下剛剛故事 剛剛的故事可能他是一個貧窮的家庭 連生日蛋糕是什麼都不准問 但是在監獄是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隨便讓你死掉 他一定會給你飯吃 他一定會讓你睡覺 然後呢 在這個環境下 也許我們小時候在玩玩具 也許我們小時候在講說 我沒有買到什麼東西 沒有買到gameboy 但他可能啦 他的家人在吸食毒品 或者是他的家人 也講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也許他的家人小時候 在叫他清理槍枝 或什麼的 我覺得都是這樣子的片段跟氛圍 在一個他們最後被愛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心理失戰的位置 比較接近是 有沒有可能跟他有一些真的情感連結 我們有寫有露的去聽 他講剛剛類似那樣的故事 給他一點回應 那當然他出所之後 也許他的生活沒有太戲劇性的變化 但是一樣就很窮傷惡水什麼的 但是他在這個很強制的環境下 也就是監獄 他可以感覺 不管他感覺是有一個人很努力的去靠近他 或者是去理解他 我覺得光是那樣的經驗 可能對他而言都很寶貴 都很少有啦 大概我覺得這是監獄的心理輔導在做的事情 對 你這樣講我就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在談 跟某些男性 或者說不那麼典型的敘述情緒語言的人 工作的時候 你會有了那種很 很像是預言式的 那樣子的對話 你剛剛舉這個例子 我就還蠻有感的 那個東西是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描述某種經驗 好像朦朦朧的知道說 你現在問我的 怎麼感覺 大概就是這件事 該有的感覺 可是那個感覺 不是能夠被形容的 所以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你只能用 沒有辦法比那個故事 像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用一個 更具體的方式來去說 你剛剛那個餅乾的經驗 他就是要說這樣一個故事 你就了解到那個東西的全貌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在 他無奈的人生或者成長創傷之後 他所能摸索的 就是在這些故事的片段裡面 等著人家幫他把意義 接起來或串起來 可能你就扮演那樣子的角色 OK 所以這個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那對於這樣的人 一開始那位聽眾朋友說 身為他的太太 那他沒有辦法正面去面對他的失落 他總是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連結 比方你講的鞋子 或假設我現在講的包餅乾 或這樣的事情 那身邊的人可以怎麼樣更了解 這些 所謂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 像那個太太 他有問先生說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先生就會牽托一些 不想正面去面對的事情對不對 好 他好像意味著說 他覺得先生是某種不承認情緒 跟不直面情緒的人 而且害怕孩子變成這樣對不對 可是你剛剛描述給我們 我覺得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到 有些人他就是只能這樣嗎 這也是他生存的一個方式 跟他的經驗 可是如果像這種在旁邊的人 這個太太 他有什麼可以更加靠近的方式嗎 更加靠近的方式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困難的一件事 對 但我覺得回到 如果他竟然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的話 我覺得這句話講起來很怪 我甚至會有點怕冒犯到大家 我覺得那就是 有一個大計不能做 那就是求快 求快 我覺得今天 不管前面我們試著去講說 能不能有些理解 能不能有些好奇 或者是我們有多少的機會 或者是我們生活多辛苦 或那些犯罪在監獄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有這麼多的壓力 我覺得一定要讓心理 因為心理跟情感的東西 我覺得他就是會需要一點時間 我覺得第一點當然是不要急 不要急 我覺得剛剛醫師用了一個字 我聽了其實蠻有感覺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靠近的態度 像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有一個例子 我也蠻喜歡的 有個橋段 就如果對方是一隻梅花路好了 你忽然有一個什麼動作 有時候會有反效果 對方就跑掉了 對方就跑掉了 但反而如果我們像一顆石頭一樣 或者我不用石頭 因為我覺得要有血有肉一點 我們就是一個人坐在那裡 等他靠過來 對於那些有故事 或是我們其實不知道他的包袱有多重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態度 讓那個關係可以有一點溫度 或互動起來我覺得雙方都可以比較舒服一點 這大概會是我想到的一個基本態度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會蠻有感的 因為生活當中有說我們會遇到這樣子的人 你剛剛說的那種石頭 石頭一梅花路 我曾經在一個談話的地方 就是不是正統的心理治療 可是也是某種會跟人談心理事的 所謂一種另類療癒的地方 他們的抱枕 是抱枕喔 但是就是做成石頭的圖案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沙發上面就放了一些石頭 就是你剛剛講的時候我突然想到 那我那時候感覺蠻奇妙的 就是你就會很想去做在那些石頭上 但他並不是像石頭一樣的堅硬跟冰冷 他其實就是棉花就是仿織品的 可是他就是把它做成很像是石頭的顏色跟形狀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啦 就是跟你講這東西會自己變得有點預言式 可是我要說的是 當一塊靜靜的石頭 其實並不容易 尤其是你的本質 並不是石頭 並不是那麼硬的時候 有時候很多人在談想要陪伴人的情緒 支持人的情緒那麼困難 都是因為自己被對方的情緒弄得蠻焦慮 所以你說的那種去逼近或者是說 太快的下定義還是想要給建議 其實你根本都還沒有跟他一起摸完那個感覺 這個就是大忌 對你講的沒有錯 不過這點我也蠻感傷的 並不是所有做心理協助的人都深安慈到 有些人其實做的就是 太過於簡化的切割 或者是太快的捕捉 逼近 然後或是讓意義扁平滑 這對於很多 他還在摸索他的情緒的人 他就是想要逃避 或者他就會把門再關得更緊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有蠻深入的回答到 我們聽眾關心的事情 雖然我不能把男性等同於受刑 只是我想聖衡說出的某種共同點 就是當他們沒有那麼樣子bubbling 沒有那麼多要打開 要跟你交換的東西的時候 那種狀況是類似的 好 好那我們就看大家之後 還有沒有些什麼樣的回應 對於你所難以瞭解的人 跟關心的人 有更多的問題 還是可以再點名聖衡來幫我們回答 我也盡量的跟大家做一些回應 非常感謝聖衡帶給我們很不一樣的心思 好 也祝福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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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